所以你最喜歡王靖身上的 哪一個部位 部位 好可愛 嘴唇吧 是因為心血特別軟嗎 面對小S的吸力體穩 曹宥寧就快招架不住了 而被問到是否跟王靖同居 她竟這樣回答 讓小S都爆氣 很好啊 對 那就對 不是記者啊 很好 有常常住在一起 對 入完影之後有 有空的 好可憐 好可憐 有空的嗎 有空的嗎 這個厲害 感成 所以你最喜歡王靖身上的 哪一個部位 哪 部位 好可憐 嘴唇吧 是因為心血特別軟嗎 我不是記者 我是入圍巾 這麼講的主持人 你不好回答 我會生氣 形狀很好看 形狀 那清起來是什麼感覺 很軟是不是 軟的 應該不會有人嘴唇是硬的吧 有 唇珠打太多的 所以你現在是每天出門前分開 一定要先清一下 然後說寶貝我愛你嗎 這類的 基本上會說工作加油 抱一下簡單的 生抱 就是那種生抱嗎 勇吻 勇吻 哇塞 那算是熱戀了 還在熱戀 我覺得她是不是那種很喜歡 比如說你們一起去哪裡玩 然後她就是你在背對她的時候 她會突然這樣衝衝衝 然後這樣跨到你的背上 她是不是那種淘氣的女孩 不是 不是 那她是哪一種 還是說她是 你在背後的時候 她會這樣衝過去 然後這樣 投你 太淘氣了 這一種 她是瞳屁眼的那種嗎 應該都捉弄型的 對 所以不是那種撒嬌型的 不太算 那如果真的撒嬌起來 也有很撒嬌嗎 會喔 會 多撒嬌 就是會像貓一樣 或像狗狗這樣 開始吃飼料 你可以演繹一下 觀賞文 觀賞文是曹祐寧 曹祐寧是王靖 好 王靖在撒嬌 3 2 1 開始 她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就會開始 叫她寶貝 就盧 不用跟我解釋就盧了 喔 寶貝 今天 今天好累 那你可以靠一下 你很想對她出手是不是 這一圈優惱嗎 什麼回事 很加分 但是曹祐寧 你會怎麼回應她 如果她這樣撒嬌嗎 就一樣啊 就是 就互蹭是不是 看對方的需求是什麼 或者是反應是對方需求 她會講出需求嗎 我要一杯卡不清了 這種 真的好累 那麼仔細